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该不该出手呢 那今天该做什么动作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操作为本的策略战术 那当然另外一种传统式的做法 就是会先从周边去研究 从经济的数据去看 从世界大事的财经节目当中去找书一个方向 然后循着这个方向呢 由上而下建立自己的一个操作逻辑 过去来讲的话会先看大盘 如果这个盘是上攻9800 那我们认为还有一千多点的空间 那要买什么股票当主流 如果现在这个股市下探7200 那么会以什么样的股票最有风险性 我们以它作为放空的标的 然后开始布建你的部位 这是过去由上而下的操作逻辑 那这种操作逻辑在最近这几年 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 它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就好像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财经新闻 每天都不断地在电视上的媒体上来跟你做一个发酵 你会发现到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了 台湾的股票尤其指数已经失增了 那我说市场上很简单嘛 就是我们讲物实 比方说你学GDP 你懂得怎么看景气对策灯号 你会看这个出口连几降 那你会看到这个金融海啸以来 当时的一个可能避险的贵金属的高点在哪里 一旦突破了是不是代表 那最近的热钱往哪个地方走 你可能会去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负利率国家实行公债 那这些国家施行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以后 它的股市会怎么走 就是说市场上这些显学 搞得大家投资者们对于这个总经的东西 要求的非常的深了 可是人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不管你再怎么去吹嘘这个泡沫 或者是说你再怎么认为 台湾的经济基本面其实很差 因为GDP根本就不够格撑它这个8000多点的指数 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到 不管你再怎么研究其实都是白费功夫 那我倒不是说研究这些东西不对 我也不是主张学问无用论 可是我们必须要务实的承认 台湾的指数 右手大力光在外资的手里 左手台积电在外资的手里 它只要不让它跌 你怎么看空都没用 不是这样吗 经济基本面多差 数据多差 GDP多差 出口连几降 你再怎么看坏 书本上就是教你 这就叫做不好 事实告诉你 这就叫做股票它不跌 那你听谁的 有的人就会开始发表 他自己对股市的看法 我们常讲就是说 市场上有一些怀才不遇的高人 那很多啊 讲起盘来那头头是道 懂天懂地 懂盘懂线 懂经济基本面 可是呢 买不到明天会涨停的股票 对不对 像我是属于务实的人 我说这些总经是有用的 学问绝对是有用的 我们要尊重它 什么时候有用 五年以后 你所有文教的那些总经的东西 它终究会反映在基本面上 可能三年以后 可能五年以后 少说你也要等个18年吧 外资现在在等那个台积电 18年的7纳米啊 在这之前 你怎么可能看到台积电大跌 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变化 那只要台积电不动 台湾连你 我告诉你啊 连你放利空想让它跌 它都跌不下来 因为外资就是手上有台积电啊 你会觉得很不公平 对不对 没办法 这是务实 这是事实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实际的现象 我常跟各位讲 就是说 在你人生的试炼当中 股票当中是其中的一环嘛 对不对 你抱怨是没有用的 世界上两个选择 一个叫离开 认输了就走吧 反正你赚不到钱了 第二个是你只要留下来的 其实我讲真的 兄弟们 听我正好讲一句话 如果你现在还在看电视的话 你这辈子离不开股票了 对不对 连欧债你都没走了 连当时正所税你都没走了 你现在还在这边看节目 你这辈子离不开了 既然离不开 我们就大干一上 对不对 当赢家嘛 何必留下来当那种 碎嘴抱怨的人 那很可悲 所以盘是用来做的 不是用来解的 下跌44点怎么做 很简单 一个字叫做买 就是这样子 买什么样的股票呢 买钢起涨的股票 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今天跟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分享 买在钢起涨的重点 它在哪里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盘是 如果你认同今年最大的行情 即将启动 七八月份没有什么乌云的嘛 对不对 包括FED 包括MSCI 像陆股 它这次不是说那个 深港通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这两天陆股涨翻了 底部都是利空 但是股价会涨 头部都是利空 都是利多 但是股价不会涨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中国的股市越来越像底部 我刚才陆股不跌 整个亚洲很难跌到哪里去 好那我们说这个 六月几个变数都没了嘛 一个是什么 MSCI还有一个什么 脱欧 英国脱欧 还有一个是什么 FED 当时人称了三大变数 如今看来毫不重要 那么如果连三大变数打出来的低点 也不过就在这里 你七八月份没有低点 没有其他的变数 你怎么可能有机会下去灌破这个低点 对不对 就算有也是为乎其为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来看到 就理性的分析来讲 七八月我们说万里无云吗 那既然拉回来 好不容易有机会回撤 当时这个利空的位置 这个区间一定是买啊 逻辑上分析是不是这样 那理性上分析 既然这是合理的 你就要身体力行 对不对 因为盘不是用来解 解没有用 要做 你做多赚得到钱 做空赚得到钱 不做永远赚不到钱 赚钱最好的方法 就是每个礼拜固定 要有进账 比起你平常不赚 然后突然有一天 你想拼大的 那不可能 这我讲过很多次 这跟写作业一样 暑假作业 你前面一个月都不写 最后三天你要写完 你写不完 可是一天你只要写五分钟 就像你一个礼拜 只要赚二十万 一整年下来 一千万就在你的户头里 你要实时提醒这个自己 所以现在机会来了 拉回当然就是买了 那今天盘面的重点 当然第一个康友 今天已经带到一个新高 盘中友供到涨停 尾盘收上去四百多块 那这张股票一旦创新高 它就代表什么 生计股的新时代来了 生计股已经离开了过去那个 完全纯粹靠星耀拉抬的 或者是说底部靠低基期的股票 做效果的那种趋势 现在就是法人任养的股票 或者说法人布局的股票 一支独大 康友会不会变成挑战生计股王的下一档股票 密切注意 那这一根长虹带出来 日后只要不要再回到平台去 都视为有效突破 所以接下来你会注意到几个现象 越过新高的生计股 你要注意它的延续性 这就是我讲的 盘面它在告诉你什么 你要认真去倾听 那么倾听它来做什么呢 思考一下 这个礼拜的二十万在哪里 每天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我刚刚讲过的 今天节目的主轴 我只讲一个观念 买在起长点 起长点不见得是最低点 而是转强的那一根起长点 比方说你刚刚 像刚刚的康友 我们讲就是说 你能够买在那个起长点的话 日后只要它长上去 你就不容易被洗掉 所以在别人最不敢进场的时候 你要勇敢 因为基本面 消息面 技术面 我说筹码面 都比不上你真正想要赚钱的企图心 你想要赚钱的心 比什么面都重要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消息面 你要是没下单 对不对 还不如一碗泡面 你不觉得吗 泡面还可以吃 这些干嘛 是不是这样讲 研究是没有用的 要下单 好 那我们来看到 怎么样来下单呢 怎么样把握起长点 我们就以红生为例子 我会想这个红生 你看看 今天你叫振华永远给人眼睛为之一亮 那么有的人说红生今天太强了 蔡老师你们的节目真的是跟神一样 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股票 能够这样子一直涨一直涨 有价有量 长红带量 创新高 一路跟着五日军线往上一直喷 投资朋友们 越长你越心仰难耐嘛 对不对 这人性 不怪你 可是投资朋友们 你要改善你的操作 你要反省自己 当时为什么没有做进场 现在不用奥 不用万谈 你只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六月中旬的时候为什么不做呢 当时股价才在21块附近 对不对 那么21块附近是什么概念 假设22块23块 200万的资金300万的资金可以买它 100张不为过吧 这个就叫做起涨点 像不像是今天F康友刚上来的样子 四根小红棒 看起来是小红棒 涨幅却不大 只不过从20块涨到21块而已 真正的转强是21块半到22块中间 22块带起来红棒这一根 就是我这样这一天 6月22号 对不对 所以转强价 真正的起涨点 它不见得是最低点 不过呢 一旦你进场了 你很好做 因为你的审美比较低 从22块到23块 24块25块26块 你的户头呢 可能会从40块到60万 到70万到80万到90万到100万 看着你的户头一直入上去 哇哦 你可以看到 张骨骗我们做两次 当中有出掉一次 再买回来一次 去避开这种大震荡区 好那不重要 我们来看到25块一毛 再看到一个重点 29块8毛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会涨 那我们说 振华的金钱到什么风格呢 就是我们不装模作样 看着股票来到32块4毛5 我的天哪 到底够不够 王小姐说 蔡老师 你说周周二十还是天天二十 我怎么感觉我户头 每天都在网上一直撑 那我说很简单的道理啊 万丈高楼屏蔽期 你一口气完成五个礼拜的目标 那我就恭喜你啊 周周二十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但是你会不会超前这个目标 七月份行情这么好 当然有机会啊 买到鸿燊的朋友 恭喜你 真的我恭喜你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在这一次 鸿燊的战役当中赚了大钱 全天下才会知道 我们真的这么厉害 但我常讲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 你看我振华在解盘 有些人认为我离经叛道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一些法人 动不动就喜欢把巴菲特那一套 拿出来在嘴上挂东挂西 挂长挂短 那我觉得大可不必了 过去十年来 台湾真的有 有那种大波段成功的股票 两档 一个在台积电 一个叫做大力光 两档可能你都没有做 对不对 至于你说曾经做过梦想 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或是不如预期的股票那可多了 当年的基亚 对不对 今年的浩鼎 当年的力旺 Type-C的翔硕 那旗档游戏的智威 对不对 那当年的华雅科 那当年的这个直销市场 立峰 百言 那当年的这个什么艾薇群 引进的这个国内第一次首饰跨国集团 美食 哇什么有的没的 这些你曾经做过的梦 这些你当时曾经有过非常远大的梦想的 都没有回想看看 如果你套在高点 你如果买到低点出掉那算了 你如果套在现在 你得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后来观念变 我说一般的投资人需要的不是一个梦 而是一档股票 你扎扎实实的拿到20万就够了 你一开始会笑我嘛 老师20万要干嘛 我告诉你三个礼拜过后你看看 人家手上60万 你手上还是没钱 不要笑人家 真的我告诉你 赢钱最大 所以你看啊 一次达成五个礼拜目标的朋友 手上可能有100万 这很简单很好算嘛 高点在35块多 你当时如果买在23、24 我们说你买个100张不回过吧 量那么大 对不对 一张赚1万多 超过100 当时买150张的朋友 天哪 给自己鼓鼓掌 这一波你赚了快200万 所以我说周周二十 七月份 如果你想要赚到80万的话 你是不是一个礼拜 要连续达成 20、20、20、20 那我说20其实不困难 有的人就说老师那不可能 可是我告诉各位 其实你300万的资金 20万就7%嘛 以昨天来讲 我们说达成的朋友 3492的长盛 他一点都不困难 那我说我不会骗你 我也不用吃你豆腐 昨天事实上是开一个小高 你再怎么买 不可能买到38啦 你顶多你买到38块 5毛、4毛 可能38、9毛我无所谓 可是就算你买到这个地方 你轰上去也才5%嘛 5%有没有达证 没有啦 300万的5%15万不算达证 但是今天呢有没有达证 我说开高就达证了 那我怎么做 我卖掉它 我卖掉它 我真的卖掉它 原因很简单 我跟陈先生讲说 你今天早上把它卖掉 我们就达成这个礼拜的20万 他吓一跳 哇老师昨天一买就涨停 他昨天整个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 我说你事情还没做完 今天早上开盘把它卖掉 然后他说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我说很简单 打开你的账户算一算 从昨天到今天 你口袋有没有多20万 他说有 你就成功了 投资朋友 你理解到 你听懂我要跟你表达什么了吗 我不再是像过去那种传统的老师 跟你画一个梦 哪一支股票会涨到多少 康友上看多少 这支股票上看多少 哪一支股票上看多少 不重要 所有的股票上看多少 都不关你的事 你过去就是死在那种股票上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每一档股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狠狠地赚你20万够了 一个礼拜20万 两个礼拜40万 三个礼拜60万 60万 80万 100万 120万 140万 160万 200万 到年底呢 到明年呢 你户头多1000万 我们要做的是这个 他今天多感动 陈先生 我说 出完以后 中午接我电话 第二档启动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赢家不是靠包装 对不对 就像我常跟各位讲 我不用骗你 我也够有名了 天下谁不知道我 永贯三军 你看台湾谁敢做这么多台 我在这个频道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讲 三个电视台都来找我 真的你转看看 不信你转看看 下午也是我 黄昏也是我 晚上也是我 早上又是我 天哪 早上7点多就有了 应该是8点吧 8点 我自己都忘记 我的时段太多了 而且我不是只有在这个频道 有的老师只做一个频道 我是横跨三台 你怎么转来 转来转去都是我 台湾哪个分析是敢这样做 就是我 为什么 全部的人都需要 我去他们那边做演讲 那 所以我已经够有名气了 我的人生成就感 在于哪里 在于帮助你成功 陈先生很高兴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今天做了一件大事 你知不知道 一次20万 一档20万 你只要继续不贪心 我们会得到全世界 我就叫他给自己鼓一个掌 那一些笑你的人 你就问他 你今天有没有赚到20万 跟你保证没有 对不对 20万 40万 60万 80万 100万 王小姐他们你说 红森真的买到这种股票 碰碰碰碰上去 是啊没有错啊 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做法 可是唯一的共同之处 买在起张点 这准没错 我邀请你 那今天我们来看到 买进一档材料 那早盘拉上去 当然我们看到 我也还没有锁上 大概有一个 6到7%的空间 那么 这个原本是香烟的绿嘴 那其实它是一种材料 那这种材料 被拿来做另外一层的运用呢 你会看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用 那有的人就会说 老师他算不算一柴骨 对不对 你心中有这个疑惑嘛 对不对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过去大家不认为它是 但是我认为在未来 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说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新剧科涨了几根涨停 重逢涨了几根涨停 在这两档的过程当中 你是看了一场戏的观众 还是赚了100万的人 对不对 这样当股票大家知道吗 新剧科当时 不到20 有没有 不到20嘛 中股票买个几百张 很不为过吧 来到23 来到25 来到26 看着手上的股票一天一天往上涨 你手中的户头呢 不断的增加 100万 120万 140万 160万 180万 200万 这重逢 买在第一根有什么好处 买在第一根好处就在于 你不会被洗掉 看着手上的户头 从200万 变成220万 变成240万 变成260万 变成280万 谢谢你们 你们证明了大家都可以成功 我不用再讲平安 太多股票 证明了这件事情 跟着我们一起 买在起涨点 所以投资本们 需不需要再去追一些大涨的股票呢 当然不需要 你要跟的是我下一档 我的秘密武器 我交给你 听清楚 为了迎接总身段 中秋节起算 那我话都已经这样讲了 你还不把握我真的没办法 就已经跟你讲说中秋期才开始算了 对不对 你七八月就多做一天 你赚一天 还不撈 是不是这样 迎接主身段 趁今天大家回 明天 最佳进场点 我们先进东方 稍微再回来 好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疼 请用起疼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请讲讲 我每次都不愿意 但我已经可以做一切的没有 要把你打它 我那家人都不愿意 这部分都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 我和你买一切 我可以手 这样吗 她不愿意 我כ my god 我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哪里最好做 你这里才追 你今天就不好报 可是你这里进场 或是你这里进场了 你就很好报 所以一定是在别人不懂 别人不知道 别人不会看的过程当中去建立你的股票 你才会赢钱 因为你才抱得住 那你需要有一个专人来倾待你 当然我就是最好的选择 你喜欢我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口才 比我会讲的太多 比我会表演的太多 比我更夸张的人也太多了 比我更像演员 比我做的更像综艺节目 但是不计其数 你喜欢我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的绩效 对不对 我的稳定绩效 我的每个阶段都会拿出怪物的绩效 而且我会告诉你 真的有人去做到 还不是假的 那高际我们看到这个 讲一个观念 越来越多的股票面临前波高点 有没有 金居啊 这边戳两天就上去了 越来越多的股票它在面临前高或创新高 这就代表什么呢 这就代表盘面还没有结束 否则的话 不会有这么多的股票在新高附近 准备再挑战前高 对不对 很多啊 今天真的很多 那么今天来讲的话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现在就定下你的目标 我说你不要再浪费时间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当行情你越拖 涨上去的股票就会越多 你能够选的股票就越少 到最后你就只能够追高 那与其你现在在犹豫 不如你就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告诉你 我振华讲的算了 你听我一句话 我中秋节才帮你算 七八月你多做一天 你就算一天 是不是这样 你就现在试看看 周周二十你到底有没有机会 主声段来临之前 七八月份我先帮你招待 是不是这样 明天早上 务必打开你的手机 我们会亲自拨电话给你 九点半以前我会进场 好好把握 新剧客第二 就在今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出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御分析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析 五分析 不好 好 大华国际投赋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赋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赋 市民会先抢经营 HyperNet YourNet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大华国际投赋 大华国际投赋